大家好,我是小青 以后你要是想吃辣子鸡 不要再去饭店吃了 今天大厨就把炒辣子鸡30年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出锅后外酥里嫩 香辣开胃 吃着根本就停不下来 越吃越过瘾 下面我就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半只的三黄鸡 下面把鸡来处理一下 先把鸡腿鸡翅切下来 这样也方便操作 剁鸡肉的时候 鸡块尽量剁的小一点 这样在操作的时候容易熟 同时也能达到外酥里嫩的效果 剁之后放入一个盘子里面 先加入半勺面粉 然后先下肉来抓拌一下 加入面粉可以吸附出鸡肉中的血水和粘液 这样吃起来的鸡肉才会腥 装拌两分钟之后再加入一些清水 再次的来抓拌一下 一直把里面的血水清洗出去 现在的水已经变成红色了 这个才是腥味的主要来源 中途尽量的多更换两次水 一直洗到水不浑浊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来挤干鸡肉中的水分 下面放入一个大碗中 下面来调个味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半勺十三香或者五香粉 一点生抽酱油 再加入两勺的玉米淀粉 接下来下手把鸡肉抓拌一下 让鸡肉充分的吸收里面的调味料 我们就这样提前腌制一下 吃起来的鸡肉鲜嫩入味 口感不会发柴 鸡肉一直抓到发粘的程度之后 再淋入一点食用油 再次的来抓拌一下 加入食用油可以锁住鸡肉中的水分 让鸡肉中的水分不流失 可以达到外酥里嫩的效果 抓拌均匀过后 先放一旁腌制十分钟 下面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一把干辣椒 再来一点麻椒 杭椒再来两根 切去根地不要 最后再切成辣椒圈 放一点杭椒提色又增香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备用 生姜一块 先切成姜片 最后再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 大蒜再来个四五碗 先用刀一样边 最后再简单地剁一下 剁成蒜末 剁之后放入小碗中 接着锅中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油温烧到六成热 把筷子放入锅中 周围起密集的小鸡泡 说明就可以了 然后把鸡块慢慢地放入锅中 下入的时候尽量分散地下 以防粘连 全部下入锅中之后 先不要急于翻动 先把鸡块炸到定型 以防脱粉 大概炸到两分钟左右 再使用筷子翻动一下 把粘连在一起的打散 第一遍炸至的时间不用太长 大概三分钟左右 一直炸到这样微微发黄的状态就可以了 先使用肉烧捞出来 接着油温烧到七成热 再把鸡块倒入锅中进行复炸一下 复炸过的鸡块吃起来更酥更脆 越吃越香 放长时间也未回软 复炸的时间也不用太长 大概炸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使用肉烧捞出来 油分控干之后 先装入盘子里面备用 接着锅中加入一点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姜蒜倒入锅中 然后开底小火来翻炒一下 把蒜末炸到金黄色 炒出小料中的香味 炒香后再把辣椒麻椒倒入进去 再次的开底小火翻炒 炒出香味 视频录制不易 感谢大家点赞支持一下 接着再把鸡块倒入进去 杭椒也倒入进来 然后开底大火来翻炒一下 把里面的食材都翻炒一圆 一直让鸡块与食材的香味融合在一起 咱们翻炒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光火出锅了 下面装入盘中美味继承 这么一道辣子鸡就做好了 这样锁入来的辣子鸡外酥里嫩 香辣开胃 好吃又过瘾 在家里做也是实惠又干净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感谢您的关注点赞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